最近,如意传正在网络平台热播,这是今年夏天第二部备受关注的轻功剧,一开始,周迅出演了少女时代的第二任皇后,却被披脸不僵硬,张荣泰龙,后来董洁饰演的复巢皇后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因为秦兰在延续攻略,终于活了文婉兼的复巢皇后,所以董洁不僵硬。 在如意传里的表现自然会被比较,很多人觉得董洁再也不是十几年前那个有灵气的冷清秋了,变老了许多,演技也退化了,就比如复长皇后丧子的那一段,就被网友拿出来做了比较,秦兰版的皇后把丧子后的嫉妒悲痛也得淋漓尽致,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她的绝望,而董洁版的皇后只是依偎在皇上怀里,表情空荡荡的, 念完台词也感觉不到她的悲戒,由网友犀利评价道,这当妈的还不如不当妈的也能好。 的确,董洁作为一个有孩子的女星,按道理来说应该比秦兰更有经验,可惜没有演出那种感觉来。 小编总算明白为什么秦兰版的复长皇后能成为所有人心里的百元光了,这么一对比例见高下,然而此时却有一位制作人接连炮轰斗杰,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这位制作人来头可不小。 她叫陈芷熙,曾多次与徐峥,陈思成等明星合作,接手过很多大制作电影,因为恰房不俗,被业界称为三十一姐,但她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做过潘月明的经纪人。 当初她在潘月明身边做了很久的经纪,人,即使后来奔开了,陈芷熙也一直把潘月明亲切的称为哥哥,可见潘月明在业内的人品质好,陈芷熙一开始转发了两位复长皇后的对比,直言喜欢秦兰,暗风董洁不要再演戏了,怎样都不会起白的。 不仅这样,最近陈芷熙还忍不住,在朋友圈首次董洁,直接开骂,劝诞来想放过董洁,但潘月明七十岁的父亲被推进抢救师做手术,董洁却拒绝让儿子鼎鼎去探望老人,理由是没那个义务,这番行为直接激怒了陈芷熙,让他忍不住直接开队,趁董洁根本不是白莲花,是个毒蘑菇。 这番言论引起了大家的议论,随后这位金牌制作人还在评论区回复网友道,他从来没缺过男人,之前跟了文州人,爸妈都跟着去了,只有我哥傻,才会娶他,他从孩子一岁都开始偷情,我都有证据,如此劲爆的消息,让吃瓜群众都吃了一惊,陈芷熙这次首次董洁,可能也是忍了很久, 如今潘月明终于从当年的恶意废谤中走了出来,也靠白叶追凶吸了一大批粉丝,知道实情的人都会心疼潘月明吧,不管当时的各方议论是否真实, 但董洁和王大剧的那件事,却是有视频为证的,而且董洁在上妈妈是超人,时就表现出了对儿子鼎鼎强烈的控制欲,如今不让孩子去看爷爷,也不足为奇,无论如何小编最心疼的还是无辜的潘月明老师,当年被算机丑闻产生,错失了成为一切明星的机会,希望潘老师能多拍戏多赚钱,也算是大家对他的弥补吧。 感谢观看